这个我正好 也想真的不够吃 太好了 出了没什么事 你真是好没对方 哈喽大家 真是你到 来重庆 怎么可以不吃一碗地道的重庆小面呢 今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带你去吃面去 你看 回家动我都不逛了 我先带你们吃面去 我真是太好了 我对你们 看见没有 对面排这儿坐的人 一定是端个碗 看见没有 这个板凳面有点狠 我来了朋友们 我也要加入其中了 你说他们这个店叫板凳面 那好歹你给个板凳了 你说你这路边 一个地方放个垫子 啥意思 你看看 一个地方放个垫子 啥意思 可是他这中心思想是 就是心中有凳 哪都能坐是呗 朋友们我的满杂面已经到了 现在我找这个 把它吃了 实在是没有嫁鸡的地方 我只能把鸡子架在这颗坎子上面 然后我蹲在这个面前吃 我先把面拌一把 这都活了 我点了三两面 这碗叫碗杂面 一共是16块钱 加现在是18 里面有很多肉末 然后很多这种 斑豆泥一样的东西 好了好了不行了 我要开吃了 它这面的麻烦和辣味都特别浓 尤其是辣味 我现在一口进嘴 我的嗓子开始发烫了 好像说重庆就是吃辣的超吃 我还是民不喜欢 不喜欢吃辣的 你吃这么脏 几分成那只鸡 那道美好 今天小豆哥给了个只鸡 哇这面太香了 啊我这鸡串 又麻又疼 哇太刺激了 哇好香啊 它这料给的特别多了 它的料给的特别多了 就面都挂上了 还大不一样 你看 真的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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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我都不敢说 说一会我都怕被骞死了 要不得坐着歇会 然后坐 太累死我了坐着歇会 后来都蹲满了 我发现我还是可以坐着吃的 哎呦 放个角度继续吃口 啊这个面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真的吃完这个面感觉 外地连锁那些重庆小面啊 都是改良之后的 就是麻味儿减少很多 辣味儿减少很多 一点都不正口 没有江湖气息 这个面太有江湖气息 太霸死了 哎不能说太霸死 重庆说什么 重庆说霸死吗 嗯 这三两天脱石是不少的 感觉这个辣味 就是在你们那个极限 从常试看 嗯 吃完这些全是辣椒 都给料了 哇吃不了 太辣了 吃不了了 哇吃饱了 重庆小面 嗯 好吃 怎么不好吃 太好吃了 重庆小面太爽了 重庆太爽了 但是我建议大家来的时候 点二两就够了 在厂上鸡哈的面 这三两面分量真不小 好啦 也请你到这为止了 谢谢你们的吃着 我们下期再见